我們會需要三個函數 第一個是fine 因為我們總不是說叫你土法煉鋼 如果很多人不會的話一定會選擇 點兩下Ctrl-C Ctrl-V 點兩下Ctrl-C Ctrl-V 那當然如果這個字畫量是幾萬筆 幾十萬筆的話 真的你應該會頭痛 所以如果你們以後遇到類似的問題 就是你要的資料 剛好是這個儲存格的某物份資料 的話該怎麼辦 再來你不要用土法煉鋼 其實主要會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fine fine的位置 那我們要med 要切割 一定是錢瓜爐的下一個字 所以就把fine的位置加1 就是開頭的位置 然後呢要幾個字 就是後瓜爐的位置 再往前推幾個字 你可以把前瓜爐的位置 後瓜爐的位置 剪掉前瓜爐的位置 特別是喔 因為我是剪掉前瓜爐的位置 可是我基本上是從前瓜爐的位置 下一個字開始取 所以會多一個字 變成你要剪一 不然會多取一個字出來 OK喔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解 所以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步怎麼做呢 還是分階段 先用fine 再用med 最後用if where 所以呢第一步喔 我們插入這個函數用什麼 用那個fine函數 所以文字類裡面的fine fine 尋找的話他會給你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呢 他會說fine test 你要找什麼樣的次啊 那我要找前瓜爐 所以你前瓜爐自己打一下 他會自動前或加雙 所以你不打前或雙也沒關係 那with in是什麼 在哪裡啊 在 特別說我練習的話 我是從那個b3儲存格 因為b2沒有瓜爐 我用b3比較ok 然後呢 再抓a3 OK 這個時候呢 他會告訴你說 喔 你的前瓜爐在第三個字啊 有沒有 按確定就可以了 不過呢 請你往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沒有瓜爐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什麼 value的錯誤 有沒有 那如果錯誤的話 基本上我們要把它破例掉 那就用if where 不過我們先不做 這個是第三步 第一步是fine 第二步是 密的 密的怎麼做 首先的話一樣喔 把那個fine函數 找到的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減下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再插入那個密的函數 MID這個函數 MID這個函數 然後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資料在哪裡啊 那我知道 A3 好 第二步的話呢 他問你說第二個問題喔 那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幫你取資料啊 那把剛才的fine貼上 貼就貼這裡 從第幾個字呢 第三個字嗎 不是第三個字 就有錢瓜糊 所以應該是第四個字 所以把它加1 OK 然後要取幾個字啊 從後瓜糊位置 所以再貼一次 那因為剛剛喔 公式裡面呢 只有差一個字 就是錢瓜糊 那你把它改後瓜糊 比較好了 後瓜糊有沒有 的位置 在第九個字 減掉 錢瓜糊的位置 那錢瓜糊位置是三啦 其實應該是要減掉 錢瓜糊的下一個字 D啦 應該是要 6要減4才對 有沒有 所以少減1嘛 有沒有 因為我要從D D這個字開始取啊 而不是從錢瓜糊位置取啊 OK 應該可以懂啦 所以喔 6減掉 這個第三 少一個嘛 應該是4啦 所以在什麼 再減1就好了 減掉一個字 好 大功告成 我們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 我向下填滿的話 那就OK 向上填滿的話 就不OK啦 差一個地方 我跟你講 啊 老師差不多了 剩下那個 Value部分怎麼辦 如果不會的話 你便要一直delete 這個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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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其實可以怎麼做 如果以後 各位看到 只要有這種錯誤發生的話 請字號 請字號開頭的 一定就是所謂的錯誤 L啦 然後 什麼樣的錯誤 它會給你一個訊息 Value Value指的是什麼 你給我的資料 你不是要叫我找錢瓜糊嗎 可是你為什麼 給我一個沒有錢瓜糊的資料呢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呢 出錯了 那怎麼辦 以後如果看到這種狀況的話 記得喔 只要 有這種狀況呢 請你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高按等號 再來就插入那個 邏輯裡面的 ifl 把剛剛的value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然後呢 Value ifl 如果裡面有錯誤發生的話 那就幫我過濾掉 過濾的話呢 就是清除 清除的話 就可以注意喔 在那個公式裡面 應該打什麼 記得不是保持空白喔 清除的話 是兩個雙以後 兩個雙以後呢 表示 把這個資料 給清除掉 OK 所以特別是按確定 再向下填滿 那 我們 這個結果 就 大功告成啦 OK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做完的結果 再練習一下 跟剛剛那個聚集錄製嘛 1 1 油標放在這裡 2 打個勾 所以 你可以啊 錄製聚集 等一下齁 你要再做兩樣的 第一個是 錄製聚集 那我這個名稱就不改了齁 1 油標放這裡 2 打個勾 3 快點兩下 就有了 停止錄製 再錄製另外一個 叫清除 1 油標放這裡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 這個就清除 停止錄製 那錄完之後呢 一樣齁 你可以再什麼 插入那個 看是按鈕啦 或者是插入兩個 像剛剛那個圖案 一個效能 齁 然後再插入一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 我這邊是一個 叉叉好了 OK 反正這個顏色 按右鍵齁 可以把它指定具體 我文件沒改啦 所以這MARCO3 這個是MARCO4 執行 有啦 有沒有 就出來了 按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齁 錄製 其實 不是很困難 但是記得齁 那個要彩排一下齁 不要錄一些不應該出現的動作 不然它會跑得很卡 OK齁 這個可能要出 還有一點 最後存檔的時候齁 請記得齁 它會跳一個訊息 欸 你要不要存成沒有聚集的活躍布啊 記得齁 千萬不要按釋齁 無聚集的活躍布 意思是說 因為你有錄聚集 那你存成無聚集的活躍布喔 聚集會怎麼樣 被刪掉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一按否 請問選什麼 請問選什麼 存檔類型改一下 改成 第二個 叫 啟用聚集的活躍布選項 如果你們要選對喔 跟各位講 因為真的同學有選錯喔 然後存檔 結果它現在一直打開 老師我的那個按鈕都失效耶 程式也都不見了耶 對啊 你無 它已經告訴你無 無 無就是沒有嘛 對不對齁 那你就選錯 所以你一定要選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躍布這個選項 好 然後按儲存 現在是打開喔 才會可以walk喔 如果你現在是打開喔 如果發現呢 你沒有辦法walk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選錯了 所以喔 把它打開一下 這個時候會有什麼變化喔 它其實是另外在存一個檔喔 那我們存檔證券應該是 上面有個驚嘆號的喔 你看上面有個驚嘆號 表示它是有聚集的喔 意思是說裡面有程式啦 警察會警告一下 因為之前有聚集病毒這種問題啦 所以它要再確認一下說 這裡面是不是也不應該的東西啦 OK 警告你一下 下一次你打開的話 再按執行 基本上ok 如果有個地方喔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下一次在別的地方開啟喔 它一定會跳有沒有啟用內容 好像上面有個按鈕吧 因為我這邊是沒有跳喔 如果你下一次看到呢 上面會有一個啟用內容的按鈕 你一定要按下它 它才可以讓你執行程式 如果你沒有按啟用內容的話 很抱歉 所以你的所有程式也都無法執行 這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OK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啦 還是剛剛講的 它擔心說裡面有一些破壞性的程式 或者是病毒在裡面 所以呢 它特別小心 確認說這個是安全的 你就把它打開喔 OK 啟用 啟用 然後這個大概就先到這邊 所以剛剛主要把fine先做 fine錢瓜糊嘛 然後把它剪下去 剪到那個密的 然後最後過濾掉錯誤的話 那就是Effail 最後再做兩個按鈕試試看喔